那么在这里呢 增加一个福利的课程 也就是应大家的同学要求 我们呢 就增加一个 呃 成人章的条板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法 打板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成人章 如果你不想这个酷型 不想用这个酷型 这个酷型呢 就是细微啊 膝盖这里啊 会觉得有点肥大 看你自己喜好啊 因为这个就是这样的牛仔裤的版型 像这种 这种如果你不喜欢 那你把这个侧缝重新画一下 这呢就不要凸出去 1.5两公分啊 这边呢 也不要向外凸 0.5了 向里面凸 向里面凹 这里还是从1公分这里进来 连接到同位线 从这个进来 0.3至0.5 从这条线哈 然后再连接到这里 这是一条辅助线嘛 是吧 连接 可以了 把多一个线 删除 这是我们现在画的线 是吧 我们刚开始的线 你看它的区别在哪里 我用紫色线来表示 看到没有 只是这个细微这里 一个向里面 就提到这条线 那么一条呢 是外凸 当然这个呢 这条线 你可以 再往里面进去 都可以的 角度这条红色的线 我可以向里面 再凹进去 一个0.3 在这个位置上 也行 调整一点 那么这个细微的 就会更瘦一些 其他的就不用动了 好 这个就调整方法 那你这个调整好了 这条线 那我后片的方法呢 方式呢 就打板呢 跟这里是一样的 那我把它这样拖过来 是吧 这条线我就删除了 不要了 那我这边呢 肯定也是 跟它基本上是 接近平行的状态了 调整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是 成人的一个修改方式 那么有的裤子呢 儿童的裤子呢 它这个呢 就是这个腿啊 特意要搞得这样很肥 有的还特别夸张 搞得这样子 也都行 这只是一个裤子的造型 一个板型而已 然后向外面吐 有很多 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这种裤型的 很宽松的 这样条也行 好了 这都是一个造型的问题 看自己的需求吧 然后呢 在这里说一下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 傻瓜式的教程 就是数据教程 80的到170的都有 那么这里 所有的像裤肠 腾尾 这都是成品实称 然后立当森 都写了 那么这个小龙们呢 和后龙们呢 脚口啊 通通当帮大家算出来了 还有这个后裤斜度 起翘 后面的起翘 那么在这里成人的 我们160和170的 可以做成人的 那么160成人的一般 进程为是90公分 由此可见呢 我们这个数量呢 只做到10公分 10公分的也够了 10公分是偏合体的了 那么170的 这上面都有 它的立当森呢 我建议大家呢 是一定要做到 这个29到30 做浅了 不好看 那么这个其他 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 大家呢 就可以直接用这些数据 把这些带入进去 画头就可以了 唯一要做的就是 没有写出来的 就是一些 像这个造型的比例 假如你要做分割 这些东西 那你就要按照 这样的比例去做了 按课程中的 教的方法 去把这个弧度画出来 其他的没有什么 要注意的了 那我们这个课呢 就讲到这里 算大家 赠送大家的福利吧 感谢观看